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土木与建筑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土木与建筑群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我们先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课课程纲要 旨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为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土木与建筑群课程设计 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未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含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之用的专业技能 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 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图目与建筑群课纲 亦依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在新课纲规划里面 其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 国因数可以适性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另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 跨科 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 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 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之 技术型高中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同用的技能领域 土木与建筑群 群共同课程 包含群共同专业科目 十学分 及群共同实习科目 三十六学分 合计四十六学分 布定专业科目 有土木建筑工程与技术概论 构造与施工法 基础工程力学 共三个科目 合计十学分 布定实习科目 有测量实习 设计与技术实习 营建技术实习 材料与试验 制图实习 电脑辅助制图实习 共六个科目 合计三十六学分 技术型高中 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细把土木与建筑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同基础技能 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通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共通基础技术能力 土木与建筑群课纲规划两大技能领域 分别为专专专专专专业制图技能领域 由建筑制图实习及施工图实习组成 共计六学分 本群建筑科及消防工程科 应开设专专专制图技能领域课程 土木测量技能领域 由地形测量实习及工程测量实习组成 共计六学分 本群土木科及工程测绘科 应开设土木测量技能领域课程 技能领域中之科目皆必须开设 对照九九课纲 土木与建筑全新课纲 异动状况为 一、布定专业科目 原十二学分改为十学分 原工程概论四学分 调整名称为土木建筑工程与技术概论 并将为两学分 另新增构造与施工法两学分 并将原工程材料两学分 改为实习科目材料与试验 二、布定实习科目 原十八学分改为三十六学分 新增设计与技术实习四学分 营建技术实习六学分 材料与试验四学分 原测量实习 制图实习由六学分改为八学分 三、新增技能领域六学分 土木与建筑群新课纲 新增科目如下 第一、群共同专专业科目新增构造与施工法两学分 该科目将构造类型与施工方法连接 使学生更易理解不同构造物质施施工方法 第二、群共同实习科目新增设计与技术实习四学分 营建技术实习六学分 材料与试验四学分 设计与技术实习科目可作为专题实作之先修课程 以串接由基础技术能力学习延伸至设计作品、绘图 加以完成之综合运用能力 营建技术实习科目可统合泥工、水电、木工、钢筋与焊接等营建工程多元技术 材料与试验科目可避免记忆性学习 讲求理论与实物并重 并培养科学试验精神 土目与建筑群新课纲新增规划两项技能领域 分别为 第一、专业制图技能领域 可增强建筑科与消防工程科之绘图能力 其内容具备掌握建筑各单元及符号表达的能力 以工程图面的思维角度达到与设计者、业主及施工团队沟通的目的 第二、土目测量技能领域 可增强土目科与空间测绘科之测量能力 加入现代科技资讯所发展之测绘知识、技术及应用 土目与建筑群新课纲 针对九九课纲就有之共同专业科目进行下列调整 第一、工程概论更名为土目建筑工程与技术概论 学分有两学期四学分调降为一学期两学分 单元有九个单元调整为四个单元主题 内容重新思索本群之职业与社会环境融入 认知科系分工之后技能知识的学习方向 第二、工程力学更名为基础工程力学 学分数不变、内容主要删除行价单元之图结法 量内应力单元之双料量之弯曲应力 及组合量之应力分析 土目与建筑群新课纲 针对九九课纲就有之共同实习科目进行下列调整 第一、测量实习 学分有两学期六学分增加为两学期八学分 原科目十一单元 依各科在测量技能领域上知共同教学需求分级 调整重编为六单元主题 土目科与空间测绘科则予以延伸 衔接新课纲、新增之地形测量实习 与工程测量实习两门课程 第二、制图实习 学分有两学期六学分增加为两学期八学分 原科目十四单元 依各科在专业制图技能领域上知 共同教学需求分级 调整重编为十一单元主题 建筑科与消防工程科则予以延伸 衔接新课纲、新增之建筑制图实习 与施工图实习两门课程 第三、电脑绘图实习 更名为电脑辅助制图实习 学分未进行调整 原科目九单元 调整为十二单元主题 内容将原本以指令分类为主的方式 更动为配合图学操作的思维去编排内容 重新思考电脑辅助的地位 认知电脑的特性 去解决传统绘图问题的技能学习 纵上所述 依据土木与建筑群新课纲 建筑科及消防工程科 应规划群共同专业科目十学分 共同实习科目36学分 及专业制图技能领域6学分 总计52学分 土木科及空间测绘科应规划群共同专业科目十学分 共同实习科目36学分 及土木测量技能领域6学分 总计52学分 学校可依以下四个方式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国教院审定版 二、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果教署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三、讲著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及四、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 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务实致用之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既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谱高及纵高对应领钢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例如 于建筑工程中暗土施工是专业能力的表现 于施工过程中注意安全 维持环境整洁 降低施工音量 提升工程品质 处处替雇主招相等是核心素养的表现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土木与建筑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共有6项 各校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规划销定课程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 学习内容 据基础工程力学为例 学生在学完本科目后 会有5项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除了布定科目外 各校可综合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不同情况 规划包含一般科目 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及弹性学习时间等属性 之校定必修或选修科目 以形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依据词标所示 土木于建筑群新课纲 规划64到74学分 供校定必修或选修科目的开设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是依国内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 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 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 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依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 同科跨班 同群跨科 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 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技术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以台南高工建筑科为例 透过申请办离记职再造计划补助之相关计划 与产业界进行互动交流 并从中了解在地产业所需的人才面向 会诊上述资讯后 透过科务会议或教学研究会议 凝聚教师共识 订定科教育目标及科专业能力 再依据科专业目标及专业能力 规划学生专业分流 进而订定校定课程的规划方向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 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 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 并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手机的入门款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 则如同手机的旗舰款概念 科专业能力以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台南高工建筑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第一项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二项基础能力 并可对应到五项学生图像 而科教育目标的第二、三、四项 则是对应到科专业能力第三到八项 呈现专长分流能力的规划 科教育目标的第五项是与科专业能力第九项对照 主要是职业道德及继续进修的态度面向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班科目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于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世新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久久课纲的科目 以及新课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各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与科教学研究会时即可加以讨论 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心源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源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信扬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达学生应休息选修分数值1.2到1.5倍 以建筑科为例 从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土木建筑工程技术概论 与第二项科专业能力及第三项科专业能力是高度对应 与第六项科专业能力及第九项科专业能力则是低度对应 表示土木建筑工程技术概论这个科目 和各种营件测绘及施工技术的知识与能力是紧密连结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 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业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的呈现未有致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 并确保专业类科能力培育项目 与开设课程间的学习进入规划之图示明确易读 此页之课程地图是以台南高工建筑科为例 以台南高工建筑科为例 将科专业分流方向以模组的概念 对应至销定选修科目 让学生了解多元选修的选课方向 第三部分介绍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与一般科目关联为和 各校可于一般科目中之社会 自然科学、艺术、综合活动、科技等五大领域 16个科目中自由选择 每个领域可开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科目 本表针对土木与建筑群专业学习内容的特色与性质 建议关联性较高之科目 供各校进行规划时参考 从另一角度 以专题实作课程为例 结合了一般科目的物理、科技、艺术生活等课程 可以帮助学生在专题实作中有更深入的发挥 群科的专业科目与一般科目彼此间课程内容息息相关 例如基础工程力学科目中的力学概论、摩擦力等主题 与自然科学领域、物理科目中的能量形态、力与运动等次主题是相关联的 而基础工程力学科目中的平面及空间力系等主题 与数学领域的平面向量及三角函数等单元是相关联的 一般科目的课程内容都可连接到专业科目 帮助学生学习更加顺利 例如数学、自然科学及艺术领域的部分学习内容 会与布定专专专业科目中的基础工程力学、测量实习等科目有相关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